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又随缘不要拍远 有些时候 为什么人家对我们学佛人不信服 人家不满意 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太攀缘 关于是吃素食 还是不吃素食的问题 你一定要不要强求别人 一定不要一开始人家接触你 你就告诉人家 你一定得吃素啊 一开始接触千万不能这样说 你这样说把他仗到佛门之外了 他觉得信佛太麻烦了 怎么还得吃素呢 那要不让我吃肉那可不行 所以就这一条 他要理解偏了 他就不敢进佛门了 你就断人法尘会命了 慢慢来 你不是吃素吗 你用你的行动去影响他 你比如说我姑娘 原来吃婚 我从来不动员他 说你该吃素了 因为他爸爸是吃婚 我是吃素 他没在家的时候 我和老伴说 咱俩是一桌两制 互不干扰 我说你什么时候原道了 你吃素了 咱就一桌一制了 现在一桌两制 真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动员我老伴 说你得吃素 你不吃素如何如何 我从来不这样说 然后我老伴要吃什么 他买回来 我给他做 在外面吃饭 有方便条件的 有素食馆 到素食馆去 没有方便条件 就到一般的饭馆 他就是那锅再怎么刷 怎么给你做 因为他毕竟是那样的饭店 做出那个素菜 他也带着那个荤腥味 你就变形似的 哎呀他锅干不干净啊 他那个铲子干不干净啊 这个菜鱼是素味还是荤味啊 你如果说 真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你就是这个条件 你就别琢磨 它是肉还是鱼 还是什么 你就当大白菜 土豆 萝卜 不就好了吗 你吃进去的 就是你想的这些东西 就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随缘 你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你该随也得随 如果有条件 当然 咱们既然是吃素这么多年了 还要坚持 我不主张 不是告诉大家 你破 你破灾 你把吃 吃素 破掉 你接着吃荤 我不是这概念 就是当你遇到 特殊情况下 你怎么样 来对待